联合报 日大选 安倍大胜利 维持于三分之二级次 修宪 连任之路如虎添翼 中央社网站 联合报 23日报道 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昨天投票 根据日本媒体出口民调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政权渴望掌握绝对多数 在新众议维持于三分之二级次 安倍昨晚表示 将致力兑现对选民承诺 希望之党党主席 东京都知事小区百合子承认败选 是否许任党主席 将与党内共同讨论决定 中国时报 先代理后参选宜兰县长 曾经得批战袍 对战国民党林姿妙 中央社网站 中国时报 23日报道 明年建市长选举 被民进党视为监控选区的宜兰县本报独家掌握 府院高层及民进党中央主义 由前中有董事长陈京德披挂战袍 采取先代理后参选策略 据了解 民进党新潮流在宜兰执政16年 但面对国民党及罗东政长林姿妙来势汹汹 接班人宜兰市长江从源不仅在党内名条落后 而且大叔林姿妙出身新潮流的选队会召集人 林习要为达胜选 主义曾任宜兰立委的新潮流要缴陈京德返乡一战 苹果日报 横扫三分之二极次 绝对安定多数 安倍笃定连任 日相任期 料成最久 中央社网站苹果日报二十三日报道 日本昨天举行众议院大选 由于近来北韩和武威胁日增 选民倾向支持执政党东京都知事 小持百合子的希望之党后继法力 知也信南领导的立宪民主党赠逆事胜出 至今天凌晨一时开票结果 首相安倍晋三领导的自民公民执政联盟 已拿下311席跨越三分之二门槛 达到绝对安定多数 安倍笃定留任 朝史上再为最久日本首相迈进 自由时报 救国团学习中心 十三位立案 六公安不合格 中央社网站 自由时报 二十三日报道 救国团召集人白秀雄 所接受本报访问时爆料 救国团在全台有六十八个中生学习中心 其中台北市馆前终身学习中心根本未立案 公安消防也不合格 后来他才得知六十八个终身学习中心 有六个有相同情况 公安问 提更有十三个人在立案 两个人在立案